HELLO 大家好 我是矛盾 那么今天这集视频主要是来和大家讲一讲 尖封服的魂师技能修改 那么这一次呢 总共调整的四伙子 主要是血月 狐烈娜 梦神机 独孤伯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 这一次又调整了什么吧 首先 币位是狐烈娜 狐烈娜呢 那么它是修改了 满蛇席 第二魂技的被动 终极 那原来的效果呢 是当场上有热命混乱状态小心时 狐烈娜会推进自己的行动条 那么这个效果呢 是会完全删除的 那取代的是 战斗开始两回合 若敌方使用普攻 则有五十八天到七十八天的改 对方会攻击自己的队友 那么这个改动呢 受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破甲队 因为破甲队 上场 腰杖 结杖 反击 那么这些攻击呢 都会受到影响 变成有可能会去攻击自己的队友 那五十八天到七十八天这个概率 其实还蛮高的 那如果你被你自己的层心 少到自己的队友 被猫 反击 打到自己的队友 这些都很痛耶 那么另外呢 在打雾本光卡三 也会有一些用 那有一些小怪 就很会反击 那会让你悬晕 或者是减能力 那么在前两回合 普列纳的限制 就非常好用了 或者是在通关的时候 遇到神经呢 通常那个副本的攻击力 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你有这个被动呢 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队友了 所以普列纳这个改动还是蛮好的 接下来是弄神机 也是修改的被动技能 也是蛮持细的被动技能 我目的 那这个效果呢 原本是在战斗开场时 它会对生命最低的敌方 施加两回合的梦魇 那么在梦魇状态下的敌方呢 受伤会提高 那这个效果呢 是会完全保留的 那特别是 新增加了两个效果 第一个 是处于梦魇的状态敌方 速度会下降速 但是降低的量 不会超过梦魇神机 初始速度的15% 那第二个效果就很神了 只要有成员 处于梦魇状态 那么敌方全体 都无法在离格外使用 这个改动呢 对PVP逆想是非常大的 那梦魇因为是开场就示范 所以你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在战斗前两回合呢 那些在自身行动 回合外 无消耗示范的梦魇 通通都会无法示范 比如说 波赛希的反手沉默 就会失效啦 寒城被妖战的时候 他会无消耗使用地狱混技 这个也会失效啦 因为不能使用混技 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和其他的混技一样 只能用普攻 所以一些普攻的技能呢 比如比比东的被动 他会对速度最快的人 使用普攻减魂 那这个就不受影响 因为他是普攻 他不是门技 那一些比如邪战 交战的功能 也不会受影响 因为他也是普攻 那暮神机这个改动呢 是让他有一些用处啦 在PVP上是可以上场 尤其是你没有波赛希 又老是被人家的波赛希克制 那么 共神机就可以上场啦 那么第三个改动 这是独孤伯 那么独孤伯 独孤伯 就没有其他人那么好用 独孤伯被改的 也是被动 第二个技 魔术系 第二个技 猪星 那么独孤伯 数以1 一个被下修的 可怜的老独啊 他不知道被砍了多少刀 那么这一次 就是独孤伯这个被动 他有一个转化的效果 就是敌方受到任意争议的时候 都有该力 会被转化成中毒 那么现在 以前 那个 以前是 所有的争议 都可以被转化 但是现在修改后呢 只有被驱赏的争议和简易 会被转化 那什么是不可驱赏的争议呢 就比如 二龙的 超级 赛亚人被动 那以前呢 这个超级赛亚人 是有机会被转化成中毒的 那么现在 改动之后呢 就不能 那这样的改动 其实也很合理啦 不然的话呢 你看 二龙 的超级赛亚人 就这样轻松被化解掉了 这样也不合理 那 这样的 为什么会突然 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我想 这应该是为了 未来的滚吃 抢风 切盗流 做准备了 那 切盗流呢 很大的带力 会有一个可以回血的争议 我相信在七十集以后的部分 大家都有一套切人学 不切人学 切盗流 切盗流 是有回血的 虽然不知道正式的版本 它会不会有这个功能 那这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呢 那就是在为这个争议做准备 好 最后一个改动就是邪悦啦 邪悦的改动 是这四个人中 最大的 我来看一下邪悦 那邪悦 一共改了两个技能 第一个是飞行系 的第一个技 那么原来效果 普遍 再加了一个新的效果 那 若该技的攻击时 邪悦的暴击率超过100% 那么每超过3% 技能系数就会提升2% 最高提升80% 邪悦的第一火技呢 他本来 本来就可以因为 有悦人而提升暴击率 所以这个新的效果呢 就是等于直接的把它的伤害给提升呢 那么第二个修改呢 是第四火技 背景系第四火技 那么原本 原本的效果是 且越在使用本技时 没有六个月染 就能提升一回合妖魅的持续时间 那么现在呢 直接把妖魅的持续时间 从三回合改成五回合了 那这样就不用那么麻烦呢 不需要再靠月人 来提升这个回合数了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妖魅 变成可以长住 更容易的长住了 原本呢 他的冷却时间是四回合 你必须要靠这个月人 来延迟妖魅的回合数 现在就不需要了 现在直接就是五回合 只要你在最后一个回合 被人加工资 然后再次使用这个第四火器 那么你的妖魅 状态就可以无限的延长了 技能的伤害 也从原本的30%到75% 提升到了36% 现在高98% 连伤害也提升了 还没完哦 方还未技能 增加了一个新的效果 在邪悦使用文技 攻击地方后 两回合内 如果该目标 在受到邪悦攻击时 所有的生命加成 会暂时一下失效 那么失效的量呢 最多不超过邪悦攻击力的400% 如果呢 在生命加成失效的状态下 死亡的效果呢 还会自动转移给 生命最低的敌方 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打漏最好 本肉队呢 经常会 增加生命上戒 然后再 又融融的第四分期 免疫伤害 那么邪悦呢 就可以无视这些生命 上戒增加 直接打本体 现在打漏队上 非常好用 旁边最近都在加强 他的打PVP能力 和鼓啊 增生啊 那些加强 都可以啦 喜悦 在PVP上 有机会上 好啦 那么今天的文字调整 就这样简单的到这里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多 不不过 我是 我是 感谢观看